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电视剧 电影 都不敢这么编啊 但如此魔幻的事情 居然还真的发生了究竟是怎么回事 近日 据武汉警方披露 在上海抓获了前逃九年的贩毒女逃犯关某英 并将其刑事拘留 原来 2009年 关某英与其哥哥贩毒案发 他就一直滞留缅甸不敢回国 2015年 缅甸发生战乱 便偷偷嫌回国内 用当保姆掩盖身份 犯罪嫌疑人关某英三年来 犯罪嫌疑人关某英在上海一家公司从事家政服务 帮雇主带小孩 打扫卫生 料理家务等 每个月有五千余元的收入 他在雇主家中 总是谨小慎微 生怕自己的身份暴露 而雇主对他也比较满意 从来没有对他产生过怀疑 那么 警察又是怎么找到他的呢 女毒销长期滞留缅甸 2009年 1月20日 武汉桥口区公安分局禁毒大队民警侦破一起毒品案件 抓获毒贩关某欣 当场缴获毒品800余克 办案民警调查发现 关某英长期盘踞缅甸 组织毒品运输到武汉 他的哥哥则负责经营和贩卖 经法院审判 关某欣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 关某英一直滞留在缅甸 办案民警将其列为逃犯上网通缉 办案民警介绍 关某欣兄妹共有五人 父亲 去世多年 2009年其母亲也因病离世 九年来 关某英一直没有与家人联系 民警多次走访 都没有获得任何线索 前回国内 在上海当保姆 今年6月下旬 桥口缉毒警方 获得一条重要线索 关某英已经前回国内 用假名字躲在上海 民警立即联系上海警方请求核查 7月初上海警方反馈消息 关某英缺已前回国内 目前正在上海某家政服务公司工作 7月5日 桥口缉毒警方派出两名民警前往上海 准备待确定关某英身份及工作地点后 实施抓捕 在上海警方的协助下 追抓民警查看监控视频 信息研判 最终确定 关某英在徐汇区田林东路某小区一居民家中当保姆 7月12日上午时 实施抓捕行动开始 追抓民警化妆城物业工作人员 敲开房门 当时 关某英正在雇主家中打扫卫生 民警拿出随身携带的关某英照片 再次确认关某英身份后 亮出了警官证 天网灰灰 躲藏九年终于被抓 你们是怎么找到我的 面对突如其来的民警 关某英显得十分惊慌 没想到自己想尽办法 躲藏了九年还是被抓 雇主一家见此情形也吓了一跳 没想到这个老十八娇的保姆竟是女独销 关某英交代 他2006年到了缅甸 哥哥关某新被抓后 他不敢回国 一直躲在缅甸 2015年 缅甸发生内战 为了躲避战乱 他偷偷前回国内 在上海一家公 私从事家政服务 关某英告诉民警 在雇主家中 他一直不敢跟家人联系 回到国内后 也不敢使用自己的身份证 发工资使用的银行卡 也是一张朋友废弃不用的卡 目前 关某英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网友也是惊出了一身冷汗逼交 保姆是毒枭 求雇主的心理 阴影面积段子手成毒溜 这个真是不止吓一跳 应该是吓两跳 大跳的那一种小麻麻 现实版猎毒人 为人民警察点赞乐乐CIA 像在拍电影一样吗 Angel 赢 请保姆一定要在上门前核实身份 以及健康症等材料 确保对家庭无害 不要心术不正 上门惹乱笔笔皆是 笛子 咱们的警察太厉害了 点个赞 科技行行 天网灰灰 还是被逮着了 巧克力 还好雇主一家人都挺好的小可爱海岸 想想都后怕本文来源 上官新闻综合字人民网上海 光明网 楚天都市报 画匣子 新浪微博等 5达3203703406分 相当于相当于相当于刀阳 写幻他事件 4达2204607个刀阳 做大事件 3达2203907 结果 그렇品